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 我再给您分享一个IT的基础视频 什么内容 看我的画面标题 VUE Command 3.x初体验 是这样 咱们用VUE开发咱们项目的时候 一般都会用到它给咱们提供的命令行工具 然后今年的8月份 8月13号 VUE发布了最新的Command版本3 然后前天 然后出了最新版本3.0.5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必要再给您做一套 VUE Command命令行3的版本的一些讲解 有兴趣朋友可以听一下 好 咱们开始 大家请看 首先说为什么要学习VUE Command 3 是这样 咱们先看 我这给您列了三点 咱们现在开VUE 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 第一 就是说在咱们页面当中 直接引用VUE的GS文件 然后进行开发 但是这样的做法 比较容易代码混淆的比较厉害 而且就是说开发不了大的项目 那么如果想开发大的项目的话 该怎么做 一般咱们的做法是 采用VUE给咱们提供的命令行 然后基于组件的方式 开发VUE 这是99%的公司 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对不对 但是不排除1% 我就直接引用GS文件 开发一个页面的单页面程序 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好 那么既然咱们用命令行开发 那现在这个命令行 已经出了三的版本 那么说明什么 什么二的版本 或二以前的版本 已经过时 既然出三版本了 对不对 我估计以后 尤大神对二版本的维护 也会力度减弱 甚至说就不再维护了 今天改bug 都有可能 第二个原因 2019年将会发布VUE3 那么咱们在发布VUE3之前 先把VUE的command命令 都学会的话 也是对于VUE3的一个准备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咱们学习新的 最新的VUE的命令行工具 使咱们能够一直走在 VUE技术的最前线 我这三个理由还可以吧 好 那咱们往下看 咱们先看一下 它的官方网站 这个它是有专门官网 同时看我这个画面右边 还有中文 对吗 咱们中国人写的框架 对不对 好 那咱们试试 接下来它官方网站 怎么进 VUE-CLI 直接这么敲 好 第一个出现就是它官网 咱们点击一下 大家请看 非常简洁的官网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种设计风格 而且您没注意 我的官网 也是这种设计风格 对不对 然后咱们先注意这地方 有一个中文 咱们赶紧选上 进去中文 没问题吧 里面给它做了很多介绍 咱们看什么 咱们直接进这个起步 这里面给咱们 讲解了一下 命令行工具怎么使用 我把摘要 已经给提炼出来 咱们看我的文档就可以 同时 大家看这个地方 它的GitHub上也公布了 咱们也看一下 它的GitHub的网站 这个地方 咱们点击 好 进入到它的GitHub 然后咱们看什么地方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不浪漫 不浪漫 咱们不要选它开发分支 要选它的MASTA主分支 学过Git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说您没学过Git 没关系 看我那套Git视频 保证给您讲明白 什么叫Git 好 咱们现在进了 这个MASTA主分支 大家看 这是尤大神照片 是吧 帅锅 对了 这个尤大神 大家看像不像 马化腾 我感觉有点像 长得 起码离远看有点像 好 咱们不说了 咱们在这个MASTA分支里面 点这个Release 点击进来之后 大家注意看 三天前的版本 最新 3.0.5 今天咱们就下载 安装一下这个版本 好不好 这是最新版本 这是它的这个官网 以及GitHub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咱们国内应该是可以访问的 到这个GitHub 对不对 好 再往下 接下来 咱们就要进行一下安装 首先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VUE的Command命令 推荐的安装环境是什么 你看 我写了 最好是Node.js 8.10以上 到今天为止 Node.js LTS版的最新的版本是8.12 我的版本 我的这个机器上已经装完了 同时NPM要保持最新的版本 咱们看一下我现在这个使用的开发环境 好 咱们试试 我先敲Node 然后是-V 看一下我Node的版本 8.12 这是最新 RTS的最新 有朋友说 现在不都出号十了吗 您那个不是RTS 对吧 咱们用这单 咱们一般做项目 必须要用这个稳定长期支持版 好 咱们不说 再看我的NPM什么版本 NPM有点慢 因为它要扫描我本地的所有的扩 大家请看 6.4.1 这也是最新 怎么看是最新 咱们敲NPM 这位小知识 敲瘦 然后再敲NPM 它会从NPMGS服务器中 把NPM最新的包的信息 都给咱们取回来 可能晚上有点慢 大家请看 最新版本是这个 我看我现在是多少来着 6.4.1 就这个吗 6.4.1 但是注意 我现在装的是最新的版本 而它现在的RTS版是什么 大家看这个地方 是5.10 因为我是开发环境 所以我一般都装最新的版本 但是咱们在生产环境中 你要装RTS版本 没有问题吧 OK 这个是不影响咱们使用VUE的 好 咱们再回来 那么咱们如果想安装VUE Command 3的话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如果您的记忆上 安装了2或2以前的版本的话 需要先卸载 怎么卸载 这官方给他们听的命令 大家看得到我的鼠标 NPM Uninstall 卸载什么 VUE-CLI 这个是老版本的VUE Command命令的名称 或者说叫做包名称 然后加一个G G什么 全局区进行卸载 对不对 通过这一行命令 就能够把老版本的VUE的Command命令 卸载掉 然后进行安装 该怎么安装 变了 注意看 安装三版本怎么装 NPM 没有问题 控格 Install 控格 -G 全局区 对吧 再控格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要敲一个atVUE 这是什么 这说明是VUE包 今后VUE的发布各种各样的包 是以它组织名的形式发布 所以这个地方是atVUE 斜线 以后它发布任何的包 都是斜线之后 CRI Router VUE X 对吧 都是之下在排列 这个组织就比以前要好很多 以前光靠一个VUE的名称 来标示我在NPM Server上的哪一个包名 确实是容易混淆 不是特别好 这种管理方式非常好 包括现在在Angular 都这么个的管理方式 对不对 好 咱们通过这行命令 就能够装上最新的VUE Command 3X的系列 我已经装完 咱们看一下 怎么看 用这行命令看 VUE 空格 -version 我一般喜欢敲什么 敲VUE 空格 -大V 也能够看版本 咱们看一下 我其实已经都安装完之后 为什么我提前安装 是因为安装比较花时间 所以说我提前都给做好了 咱们试试 我敲VUE 空格 -大V 大家看 我现在版本是3.0.5 就是最新版本 对不对 刚才咱们在GitHub上面已经看到 OK 那么 是这样 这个VUE空格 命令行的安装的主页 大家是这个网址 刚才咱们在这个主页中能看到 我给您看一下 如果有朋友不愿意说看我的文档的话 咱们看它的主页中 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地方安装 也是有 大概怎么安装 也是没有问题 其实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模一样 好 那么咱们准备好环境 安装完这个Command的工具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往下看 创建一个项目 咱们试一试 好不好 怎么创建 大家注意看 敲VUE空格 Create 以前咱们这二系列不叫Create 对吧 用过的方法都知道 叫NIT 初始化 现在不对了 叫Create VUE空格Create 然后我再敲一个Hello World的项目 咱们试试 好 马上试一下 我准备在 在我的工作文件夹下 然后里面有一个Source子目录 我准备在这个里面 咱们建一个VUE Create 然后是Hello 是这样 我这Hello 我知道是两个L 我一般都敲一个 为了省事 好 我敲这个VUE空格 Create 空格 Hello World 然后回车注意看 好 像它装着 然后我就要干什么 大家请看 开始吐槽 是这样 就是说 现在任何的JS的项目 或者说用NPM管理的项目 都有一个严重问题 什么问题 项目文件夹的Size过大 为什么 因为咱们要引用很多的JS项目的包 而这个包 它又不是独立存在 它还要引用很多第三方的包 导致包与包这样的关联 非常的复杂 导致咱们想用NPM安装一个小工具 结果文件夹 这个文件的Size 或者说硬盘Size 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导致整体的项目编译 非常非常的慢 我说完之后 咱们看它装完没有 诶 做完了 做完了 还不算完 它安装完之后 它还没有实际下载编译 咱们先看 这个是3.0.5给咱们带的命令行工具 都有些什么功能 我记得去年 游大神做过一个演讲 他当时3.0还是β版 他就给当场演示了一下使用方法 而且他说 以后3.0的命令行工具 不仅仅是帮您自动生成一些内容 更重要的是 帮您做软件周期的管理 开发周期的管理 它也是用得到的 好 咱们先看怎么做 这是说让我选择一个preset 这个是集 我选择手工 它有个默认 对不对 咱们不选默认 咱们选手工 好 下一步 然后就是说 我要装哪些个内容 第一个是barbell 这没错 这是最新的GS的标准 都是在这个barbell里面支持 然后第二个大注意看 TypeScript TS 我前两天做一个视频 说到这个VUE3 就是基于TypeScript进行开发 所以这个包 目前还没有 因为还没有发布3 但是以后肯定是必须 咱们现在把大 装上 按空格 装上 然后这是PWA 这个是Google的一个规范 应该是 这个展示先不装 这Rooter不装 由于状态管理不装 这个是CSS预处理 展示不装 Lint我是不想装 为什么 咨询烦恼 其实按理说应该装 您的项目 比如说管理特别规范 对于代码 对于变量管理特别规范的话 是应该装 咱们学习的时候 展示不装 下面是两个单测试 咱们也不装 就这个装一下 咱们直接回车 下一步 接下来 这个是说 类风格语法 这个选试 默认选试 回车 这个是说 Burbel检测TypeScript 然后进行自动 Polyfill Polyfill 是各浏览器之间的 兼容的一个库 咱们选择 Yes 然后这个是说 这是说 咱们这些个 第三方的包 该怎么管理 是独立的config文件 还是直接放到 package.json 因为以前我用 no.js 都是用package.json 进行管理 其实您用上面也行 我就先用下面这个 为什么 因为下这个 他问 刚才我这设置 要不要再存成一个 preset 我选择no 默认是no 不存 好 下面开始装 这是我吐槽的事情 因为它这样装 是非常非常的慢 它去下载 然后安装很多 第三方包 咱这么想 以前咱们用微软的 包括iglips也行 咱们新建一个 project 有这么麻烦吗 没有吗 对不对 你看像现在 我这个新建一个project 我还什么都没干了 这个硬盘就占了我大概 几百兆 至少都有一百兆 一会儿咱们装 咱们看一眼 它生成的这个文件夹 有多大 我还什么都没干了 之前就有这么大的硬盘空间的占有量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该吐槽操 其实这个不是VUE的功能 不是VUE的问题 是NPM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Angular react 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说在咱们这个Git进行原代码管理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这个忽略文件里面 把这个Node Modulus 这个目给去掉 为什么 因为它是随时下载安装的 对不对 好 咱们吐完槽之后 它还没装完 咱们看 一会儿咱们装完 咱们这个新建完 这个Hello World这个项目之后 然后咱们该怎么做 这部启动项目 没有问题吧 启动完之后 CD进入刚才咱们建的这个文件夹 哪个文件夹 Hello World的 Hello World的 进入之后 然后咱们运行NPM Run Server 就能够运行起来 这个和咱们这个 我以前给您讲的这个VUE进阶教程里面的 命令行的使用方式实际是一样的 它这个地方并没有太大变化 然后咱们运行起来之后 能看到一个默认的 给咱们生成的组件的运行效果 然后咱们基于这个文件夹 就能够进行开发 没问题吧 都开发完 都测试 都成功之后 干什么 部署 或者说把咱们开发完的文件 要提交给咱们的客户 对吧 这时候怎么做 需要做个打包 NPM Run Build 把咱们这些个原代码 然后把它编译成二进制的代码 提供给客户 让客户进行发布 给它的最终用户 一般是这么几个步骤 好 咱们看看这个状态没有 是不是我吐槽吐对了吧 我仅仅是新建一个project 怎么给我下载这么多文件 等着吧 以前其实微软都说慢 为什么 因为它提前把这些裤都下好之后 然后V2699 仅仅是去调用这些裤就完了 对不对 可是咱们现在这些 Java GS的工程 以后咱们就叫GS GS工程都是咱们当场去下载这些裤 比如说我一会儿不叫Hello World 我再建立一个Hello Earth行不行 Hello地球你好行不行 同样这些裤还得再下一遍 非常的烦 我觉得这种管理方式 今后应该有改善才行 不可能说我简单的建一个 我学习项目 结果下载了个几百兆给我 而且相同的项目 还是下载这么多 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文件管理方式 而且影响带宽 也影响带宽 好 咱们看看 建项目 然后吐槽 吐的差不多了 然后进入目录 然后运行 然后运行完之后 因为是这样 它默认给咱们带一个内部的HTTP的server 咱们运行之后 然后打开6.7看一下 然后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可以开发 这也没有问题 开发 我以前给您讲过这个组件开发 是一回事 都开发挑适成功之后 然后咱们再打包 这是今天咱们要做的工作 好 这个草土的还是对 你看 还没有装完吗 对不对 那咱们等一会儿吧 其实不光是VUE 反正我用过其他的 比如说像我前两天用Sales 做的一个API的服务器 也是要下载这么多 多如牛毛的库 而且这个库的版本非常不好管理 必须要在package.json里面 写上咱们精确的使用的版本号 不要加什么新 不要加破折号 不要加这些东西 否则在咱们部署到生产环境的时候 会容易出问题 这种问题我遇到很多 我在刺热环境下 刺热环境下怎么调都行 但是一到生产环境就不行 为什么 因为小版本号发生了变化 这问题真的是挺烦人 挺头疼 关于这个knowhow 以前我在VUE的视频给您讲解过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VUE视频 我以前VUE视频我做过两套 一套是基础 一套是进阶 我发现我做基础的这套课程 看的朋友比较多 做进阶看的朋友比较少 是不是大家都不爱学的特别深 都喜欢学点皮毛就完了 我觉得不应该 既然咱们搞开发 应该学的深一些比较好 虽然我的进阶还不是特别深 我还没有讲到这个状态管理 路由提了一嘴 以后如果出3.0的话 我想都会提到 包括一会我要说的TypeScript TS 以后我想专门开一套课程 讲解一下这东西 为什么这东西真的是太好用了 如果咱们会了TypeScript TS 那么咱们不仅能够开发VUE 也能够开发Angular 同时还能够开发 以插件方式开发React 其实按理说TypeScript真的是应该学 而且咱们会了这套语言的话 咱们用微软的VUE Studio开发微软的一些个程序 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作为一套统一的语言 我觉得应该学习一下TypeScript 一会再说 好 大家请看 咱们终于装完了 对不对 然后咱们这也写了 CD进入这号World的文件夹 然后npm run运行 跟我这个PDF写的地方是完全一样 这两行写的完全的一样 好 那咱们试试 CD Hello World回车 然后别停 npm run serve 注意 回车 它还要在本地开一个服务器 还要运行 这个是有点花时间 它现在正在编译 为什么 它要把咱们自己做的一个组件 再把它打包成一个可运行的版本 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要花时间 这是没办法的 没办法 OK 现在行了 然后它可以提供两个方式 我选的这个方式 本地访问端口默认识8080 好 咱们试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Go 出来了吧 这个就是VUE3命令行给咱们带的 或者说给咱们自动生成的网页内容 它也写了VUE加TypeScript 咱刚才就是加了TypeScript的一个包了 对不对 然后是安装命令行的方式 然后是巴贝尔和TypeScript 然后这是很多论坛 这很多VUE非常常用的资源 我觉得大家这些link都要存下来 以后作为咱们经常访问的网站 OK 说明咱们已经成功安装了VUE3 并且同时运行起来 对不对 OK 接下来大家看这句话 如果你要想发布到产品模式的话 那么请用这个命令进行打包 咱们就试它一下 停下来 然后怎么敲 我先别敲 我先打个DIR回车 大家请看 我现在的文件加下 DIR是哪个 一个是这个DIR 一个是这个Node Module 咱们是说所有的咱们的GS下载的文件都放到这个里面去 这个咱们不用手工改 一定不要手工改 第二个 Public 这是咱们本地的HTML 然后是这样 我给您看下这个 咱们生成这个文件的文件加结构 这个地方是咱们刚刚生成Hello World的 然后咱们看 其实是这样 我以前在这个进阶课程中给您讲过 今天提一嘴 这个是咱们的入口文件HTML 对吧 这里面有一个DIV 这个DIV里面ID叫APP 对吧 然后咱们去对这个DIVAPP进行渲染 咱们渲染 看到文件 文件中有个MAN 这是咱们整个这个程序 或说VOE组件的入口组件 它在这地方调用一下咱们这个刚才的APP IDAPP 对吧 然后呢 它又引住了一个咱们这个组 稍等我 没问题 它又引入了一个组件的入口APP的组件 就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里面一般是这样 我以前课程中给您提过 就是这个VOE组件大体上分三个部分 哪三个部分 模板部分 脚本部分和CSS部分 大家请看 现在没有变化 对吧 还是这套 所以说换汤没换药 看过我以前的视频朋友可能都知道 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但是这个地方发生变化 大家注意看 以前这个地方咱们写的话 可是用GS对吧 现在用TS写 如果熟悉Angela的朋友 看到这块非常的熟悉 我Angela不就这么写的吗 对 Angela这么写 你这还这么写 可能是用的酷不一样 OK 就是大体的组件结构 有兴趣的朋友 我还给你 有机会的 我再给你介绍吧 是这样 我是这么想 以后明年VUE3出来之后 我再做一套VUE3的视频 然后我把这些信息 再重新升级版 再给您讲一遍 组件如何编写的升级版 再给您讲一遍 OK 现在VS Code对VUE现在支持不好 我得到它里面去下载 第三方的插件才行 好 咱们回到咱们课件 咱们成功的下载安装 然后是建立运行 最后编译 咱们编译一个 咱们看 我这个目标里面 Public有了 是刚才的HTML文件 对吧 Source有了 是咱们VUE组件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目录了 这个是Note 它的这个自己的GS管理文件 这个咱不要动 这GS管理目录 这个咱不要动 好 那咱们据编译 再生成一个新的发布文件价 DST 咱们试试 NPM Run Build 没问题吧 回车 注意 这个地方也有 稍微的花一点时间 当然不像 它第一次处置化时间那么长 希望它能够快一点 希望它能够快一点 正在编译 你想 咱们每次给客户提交的时候 都要经过这么个编译 好 咱们就算是完成 咱们再打DST 看一下 大家请看 多了一个DST 咱们把这个目录 实际发布到咱们的网站当中 到这个VS Code 你们看一眼 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也是不用咱们使用改 它自动生成 自动维护 而且它是经过压缩 经过优化的地方 而且还经过加密编码 对不对 OK 咱们实际发布 咱们实际发布 就是要发布这个DST的这个目录 就可以 咱们记住这点就可以 OK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又到了咱们这个 画重点的时间了 对吧 好 那咱们画重点 画什么重点 我是有三点跟您说 第一 现在是2018年10月份 对不对 现在正式学习VUE Command 3的时候 别等明年这个VUE3发布的时候再学 就晚了 好不好 然后第二 就是说咱们在这个公司中 或者说在咱们的学校中 新项目尽可能的采用VUE3 或者VUE Command 3进行开发 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中 可能要做一个这个考勤系统 那咱就用不着用二了 试试三吧 当学习 然后又做这种考勤系统 是吧 又不是说特别重要 尽可能的用这个Command 3进行开发 熟悉它里面的方方面面 然后第三点 重点是 从今天开始 学习一下TypeScript TS 为什么 为来年的VUE3做准备 同时您会了TypeScript之后 Angular React 也同时都能够开发 这是我给您的三点建议 也是今天我这个视频的重点 希望您能够理解 也希望咱们今后 一起来学习VUE的相关知识 好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